好了,朋友们早上好 我们今天上午 大家不能学习一下猝死的端节 大家知道我们法医定理学 主要是研究死亡的现象 有各种各样的死亡 在各种各样的死亡里面 我们最主要研究是暴力性死亡 物理化学期限,生物因素也就是暴力性死亡 他们主要暴力性死亡以外 还有一大类的死亡 起病死亡,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自然死亡 但是这个自然死亡也是我们法医者的 因此更有趣 那么大家如果想讲 為什麼我們主要演出《暴力死》 還要演出《欺品死》 今天我們主要演出《欺品死》 是特色的一個表現形成 也就是《猝死》 如果這兩堂課 今天一堂還有下面一堂課 我們主要是要掌握以下一些提問命名 首先是 首先是《猝死》的基本概念 這裡面講anne 在《猝死》這 《猝死》的段階段 《猝死》這兩 對不配合 pengobirio 捕血? glaubirio 捕血 血? hose 的因ics 車平 按照這些針對的 在《猝死》 避孔寸某天värda 比如心患病 心肌病 心肌炎 最多的伤痣 纏到心理肺炎 還要了解一下 患者都在開口的下載 發育立場 反而是中科症 特殘病是自己立場和法醫學院的調查 這個是我們最彈劾的 要掌握熟悉的了解 但是我們的考試 必須是在討論的名義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促詞的概念 剛剛我們講了 奇病詞是我們法醫經理學的內容之一 但是促詞是奇病詞的一個特殊表現清晰 但是這個概念我們一定要掌握 因為我們在很多實驗當中發行很多的工作人員 甚至已經到公安去實習過的工作或很多年的 我們一些法醫院 因為這個概念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概念一定要掌握好 其實這個概念就是三個要素的部分 實際上促詞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奇促的 另外的自然的死亡 那麼也是三要素的 就是一個奇促詞 我們通常把出現臨床症狀到死亡 八十四小時之內 所以通常有這個奇促詞 那麼也有把出現臨床症狀到死亡 那麼一個小時為止 那麼一個小時為止 因為出現臨床 那麼通常我們一定會花四小時 那麼由於這個出現臨床症狀 太快了 非常快 所以我們比如說 出現臨床症狀 我們可以引起這個懷疑 甚至懷疑是塌上的 那麼出現臨床症狀 那麼出現還有一個第二個重要的特點 就是意外性 我們知道臨床上很多是病人 比如一個長年的一個是生病的 那麼最終有一天他忽然死了 那麼這個我們看就有一點有害 有意外 那麼所謂的意外性 他就是平常啊 這個病人啊 身體很好 沒有什麼疾病 他死了以後他就感覺得很意外 這個人好像平常 沒什麼大好病啊 身體很好 突然死了 那麼這個叫意外性 那麼這個也是 就是措施能夠引起這個懷疑病 懷疑病 懷疑他殺 那麼第三個特點啊 是這個措施本質的特例 也就是它是起病性的特例 它不是爆裂性的 它是本質上去起病 或者自然的功能障礙 自然的功能障礙 自然的起病和功能障礙 那麼同時 具備這三大特例啊 其次的意外的自然死了 我們才把它 描為這個措施 那麼只要是 像這邊有一點 我們會爆 我們一般 把它調出措施 我們知道這個 措施是一個疾病史 那麼但凡是這個疾病史呢 我們都知道 在學習內科學 還有醫理生理學的時候 都知道 任何疾病發作或是死亡 都是有兩大嚴重 一大嚴重 一大嚴重就是內在嚴重 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內嚴 那第二大嚴重就是外嚴 我們通常講的 我們通常講的 就是初始發生的總共事體們 也就是說 內嚴 加上 外嚴 也就是一過性的危險就是 通常如果沒有內嚴的話 如果沒有內藥 沒有疾病 或者有功能 障礙的話 就會死亡 那麼光有內嚴 如果當時 在那種特徵的環境下 都沒有 如果它沒有這個 外嚴 或者一過性的危險 就是這個情況下 在那個時刻 它可能也會死亡 所以說這個 不出手的用意 比如說 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通常我們在 這個 平常醫學 或者法醫學的時間當中 我們通常 就是 碰到這些 外嚴或者誘嚴 通常有證明性 首先是這個 經濟性的運作 這個是 非常常見的 通常可能 聽過 我們在以前 有一個 跟夫君講的這個 笑話 說那個 是他演藝裡面 那個 陳曉金 是吧 一百二十歲 活了一百二十歲 死了 然後她的兒子 叫陳甜牛 看到 他老婆娘死了以後 就好爽大哭 結果就哭死了 兒子活了八十歲 但從這個 例子裡面 我們看出來 明天傳說裡面 看出來 心理的絹素 非常重要,它可能是死亡的幽靈 還有一些死亡,外傷 有很多疾病,譬如說,冠軍會出現硬化,冠軍病 遭出了創傷、硬體,這種疾病,可以用發 冠軍病提心發作,提心心動,導致死亡 還有一些過冷,過熱,比如說,炎熱的夏天,還有海浪的冬天 在這些季節,我們就觀察一下,很多心腦血管疾病 比較高發,這個時候,有很多心腦血管疾病 有疾病發作,導致死亡的病患 在疲勞過過,這個心腦意見 我們現在有一個類型的詞騙遊戲,過勞死 在很多現在媒體的爆炸,我們也看到 很多這些功能,因為這個 故意勞累,導致他命來的幾乎化走 很難過勞死,都是疲勞 當然,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有意義 比如說,我們以後要看到這個睡眠呢 在所有的死亡,死亡面的睡眠,即使有時候也屬於病患 比如說,我們要談到這個青少年不明原因 夜間睡眠措施,還有營養措施 這是病例的定義,就是在睡眠中少 所以有時候睡眠呢,它成為一個重要的誘養 所以有時候睡眠的病例 剛才我們講,這個初始發生的這個模式 實際上是內在的因素和外在的因素共同的作用 那麼這個內在的因素呢 內在的疾病,或者功能障礙 那麼首先是各個系統的潛在的疾病 這種疾病 最主要的還是心血管系統的疾病 它佔到了所有的條畜屍的病毒裡面 它還有佔到了兩種的疾病 這是經過國內外的大量的疾病 有一些病毒藥產核出來的 大多次心血管系統的疾病 那麼這個是疾病 本身這個因素已經想出 這是一個影響處死的因素 那麼還有影響處死的因素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性命 朋友們知道 這個在這個 特別是心腦血管疾病 男性的這個發生促死的疾病 嚴重高於女性 這個原因呢 有一些是一弄清楚 有一些還不太清楚 那麼在這個 這個 青壯年不明緣一夜間睡眠中猝死 這個性別的比例啊 更大 大約有90%以上的 青壯年不明緣一夜間睡眠中猝死 發生於男性 女性只佔了10% 那麼這種 所以我們在某些促死的這個性別查驗 如此顯著 我們一般 認為 可能是和這個性質對有關係 一般的風格多音化 那種男性啊 本身就好發 這個外星病 當然還有一些 與男性這個 生活習慣有關係 比如說一些不良生 生活和嗜好 比如說出院喝酒啊 還有參加各種的強級的勞務 應該從大量爲取命的地方 裡面 可以認識到 確實是 我這個促喜的性別的差異 陰性相關 那麼還有一個因素 和這個促喜啊 陰性相關 是一個明明的因素 我們從法醫的時間當中知道 從我們小 那個嬰幼兒 從嬰幼兒開始 一直到老年 在每個年齡段 都有可能發起措施 那麼在這個 30歲 前後 比如說 30到50歲 年齡階段 是 措施的 最好犯行 以這個不明遠近 夜間稅裏 能措施為例子 根據我這個調查 大概 80%以上的病例 是發生在20歲到40歲之間 但是在20歲以下 還有40歲以下 還有40歲以下 比較少 佔不到20% 那是 那是 情狀年不明遠離 夜間稅裏的促喜 還有和這個促喜 發生 還有和各種人群的種族 還有特意性的體驗 這個大家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比如說 所以我還是以這個 新腦細管疾病 還有這個 新腦細管疾病 青少年不明遠的夜間水平 和出息的夜間 那麼在這個 新腦細管疾病 那麼在這個 新腦細管疾病啊 在以前呢 就發展中國 包括中國 這個 生活小孩 逐漸好 逐漸好起來 飲食習慣 也逐漸進去西方化 高質飲食 少運動 等等 造成我們這個 發展中國家 很多的氣氧 貪心 那麼 當成這個 慣性病 新腦細病 大多傷心 那麼在這個 青少年出息 做我們這裏 這裏 總毒差異 更明顯 那主要是發生在 東南亞一代 包括日本 泰國 中國 越南 菲律賓 咱們也是 東南亞的故事 這是泰國最爆發的 而且這些 東南亞的 移民 到美國 歐美復元以後 他們的後代 還是爆發 青少年出息 就是我們平常說 青少年不明 原意 夜間出息 雲中 故事 我們的教材裏面 有一次錯誤 他談到 東南亞地區的 這個 人種 泡發 促詞 這是錯誤 因為我們是特製 東南亞地區的 這些 我們這些人種 泡發 青少年不明 原意 夜間出息 因為是這樣 然後又寫錯了 因為 東目前為止 這個 這個 心腦不管行病 他都覺得 泡完還是在 泡完 從整個大類來講 但是從去 青少年不明 原意 夜間出息 雲中四歲 是從東南亞地區泡完 但是 絕大不足 有錯 那麼 何處死 像他們 都不在的 就是 有這麼一些 因為是職業 確實是 我們在大量的這個 結果實驗當中發現 從事這個 體力老公的人 他的心臟 特別是 冠軍不明 很好 很少見了 我們的主要印象 他們的身材 也保持非常好 特別是一些 腦肌老公的人 經常做冠軍不明 不活動 他的冠軍不明 還有腦袖管 發生 主要印象 就覺得 代言 非常之大 就是我們結果 時間當中 確實 活生能力 這個實驗 老公的習慣 確實 影響了 明顯 剛剛講 這個季節 氣候的因素 影響也是非常明顯 就是 事實發生 一般 在 台南的時候 還有 這個 炎熱的下降 但是 疾病的這個 爆發 發生 有高峰 所以 這些原因 就是 知識 我們以前 我們也聽說過 在以前 跟早年的 這個 烏魯 每逢 有這個 大陸發作的時候 大陸來臨的時候 烏魯 是這個 疾病的這個 方法 然後 出死的 環境這樣 那麼 這個 地區 和場所 也是一個 出死的環境 我們通常來講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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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地區 對方為 我們講 對情況出現 有的 夜夜水平 能復死 你們確實 很高 發育於 工藍亞地區 那麼 究竟是和 地區有關係 還是和我們 工藍亞地區 人種有關係 那麼 這個是 上去 那麼 我們教材裡面 有兩個 地區的場所 也是這個 實際上也是有 有這個錯誤 那麼 實際上就是說 特指 工藍亞地區 就是有 青狀年不明 有夜夜水平 不是指所有的 我們教材裡面 把它誤認為是 所有的這些 那麼 那麼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促死的病名 剛剛我們提到 在蘇柔的促死裡面 新腦修管疾病 新原性疾病 占了 接近50% 因此 它是引起促死的 病名的 最主要的部分 也就是新修管疾病 那麼 其次是 這個 衝出神經病的疾病 和呼吸的疾病 那麼 這裡我們有一個 這個 這個 我們叫 根據這個 國內外大量的 屍檢 大量的屍檢的資料 還有 中南大水管 也可以 這個 屍檢的資料 我們做一個 大概的統計 大致上 大致上 在這個 新生管系統 營集的疾病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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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 渡病 景能 pod 疾病 因爲這個可以指導我們可以發出實踐,或是我們法律的整個詞一整個委員幫助 因爲我們在有些原因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下,我們大概也會推測,誒,這個很可能是發生在這個星期晚系統的規系統,或是通知水晶系統 也就是說,心肝肺,我們要在這幾個系統裡面認知系統進行結構體驗 根據概念來講,原來都會發生這三大系統,心肝肺,呼吸,中途神經系統,約占到75%以上 因爲我們如果在呼吸系統或中途神經系統漏解了,我們要注意到要非常細節的情況 因爲我們來看一看,猝死,心肽化系統,心肺,呼吸系統,未要生殖系統,消化系統,內科目系統,還有臉系統,還有其他各種原因都是很清楚的猝死 那麽今天這兩科,我們主要是我們一起學習,我們一起複習一下這個心血管系統的經歷的事情 我們主要,我們主要要呼吸一些病毒,就這麼一些 那麽重點來講,我們要掌握慣行病,高心,他們要處理這個病毒心肌炎,患動會開口的異常等等 那麽重點來講,但是我們還要嘗試這個病毒心肌炎 那麽下一個科,我們來討論一下,就是中途神經系統之類的事情 包括這些病毒,還有對系統之類的組織,主要除這些 還有營養生的技術的組織,我們主要講到這個在三類 吉利果,香花系統的組織,我們主要在四類的這些 一支吸奏,給臨分明細 在最後,我們介紹這個不靈遠,印象图,給臨分明細 在最後,我們介紹這個不靈遠,印象图,我們介紹這三大類 清晶蓉不靈遠,印象图,印象图,印象图 釋入了這個磨 �oluch,還有一個叫做B質 這不是管理時間長嗎? 所参见的不明远远远处置 那么刚刚讲了我们法医学主要是研究死亡现象 而且核心内容定在暴力性死亡 那么掌握这个食品词 是不是学习这个食品词 甚至表现形式的措施 那么这个犹豫 以下一个犹豫 那么首先我们要查清楚这个死犹豫 因为这个 冲死犹豫当时表现了极速的意外自然死亡 那么这个极速性和意外性 往往能引起这个当事人的怀疑 比如说 突然死亡 家族可能反映一个暴力的死亡 塌伤 所以要求法律查证原因 这个人是塌伤 一定要利害天堂 如果我们反映一个猝死亡 各种猝死就表现形象 不了解 不能够确定是什么猝死亡 但是无法 这种猝死 有细致的 建立这个猝死的暴力死亡 那么就是我们马力制作的 查明死亡 和正确的 整个处法 是不是猝死 是马力制定猝死 非常清楚的 不过你不了解独怪人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第二个原因 正好相反 很多暴力性死亡 在哪一个时间当中 很多 由于加害 他杀 但是这个犯罪分子 他为了逃避这个罪责 逃避这个刑事责人 他文庄 做死 很多这样 我们知道在这个开边 这个世人的教堆 有一个人 从今在宝安 就发生 在深圳宝安 发生的类似的情况 有一家人 他那个老人家 那个酒瓶在场 约一道路 就把他掐死 把老人家掐死了 说是猝死 当时法律部队 也没有那个中心的解验 就送了滴滴管 是滴滴管的功能 在缩点这个遗体的时候 发现 他的颈部 可能有指甲的掐痕 然后我们把他抱起 因为这个滴滴管的功能 我双常会有很多人交代 他们很有经验 因为他经常见到我们 把一些检验事情 因为他要帮助我们 把一个遗体抬出来 收进去 那么在这个工作的间隙 他就站在旁边看 所以我们那个很多东西 他都了解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报纸 那法律解研 果真是掐死 这个情杀人 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法律的时间上 非常多点 如果我们不了解 这个抱怨死亡 和刺死的本质 也就为了很好的区分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所以这个界别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 这是我们要查 死亡原因 所以我们要学习 第二大数换原因 第二大数换原因 在这个猝死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就是猝死了 还伴随着 这种换疗 换疗 最不容易 虽然主要是急便死 但是有时候淡成的换疗 那么究竟是换疗 然后这个死亡 还急便找到死亡 那么究竟这个死亡 但是这个死亡的比例当中 单数和半分 但是这个死亡有时候 非常重要 所以要我们变得非常细腻的变得 我们法医学研究措施还有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有学可以积累一些素材 因为我们法医 预防法医 预防医学 基本上是这样的 因为有些疾病的手段都是措施 我们法医 预防医学研究措施 比如说 这个新疆前后的一人一人一人是没有处理 往往他根本就没有到医院进去住 所以医院没有他的医 方之类 他没有证据治疗或多量的检查 他们有很多的手提 手要的表现形式 手发正外就会处理 他们这个时候 理想医学研究措施 法医是收集是指教唯一的科研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 集合这些研究资料 可能会产生发病机制 会以后这类疾病的防医 提供一定的科研参考 因此我们也想到我们的法医 很多死亡现场 即便死亡 到底死亡 这边到底死亡 但是都是我们的法医 就是多有一些研究材料 所以我们在实施科研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我们的特色 而且我们也应该打持我们的特色 可能就是 photograph 去各个各个方位 要帮助我们法医的特色 做人的沒有的人 做人的没有人 做人的没有就定乎 那么这样 那是我们的特色 那么这个是可以促使的这个 您的地 那么促使的这个 法医学建立的要点 我们主要是要注意一下一些素项 那么和其他类型的这个案例的一个团结跟一样不一样 在遇到这个初始军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进行案情的调查 你们一定不要忽悠这个案情调查 因为有时候案情调查 你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死亡当时是怎么发生的 可能有些默契者 后来有些知情人 他就很详细地告诉你 这个人是提点几分 吃了什么东西 后来又发生什么样的怪异的行为 后来又和谁争吵了 被谁打了 后来倒地了 从倒地他的身体到死亡 大概有一几分钟等等 还有死亡受一些比方表现 手脚是不是抽出啊 脖子摘墓啊 等等等等 这些是细节 对于我们判断 这个死亡的原因呢 非常地专注 有时候 还有可能是唯一的 只是这个死亡被陷阻 你说非常关键 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会告诉我们 如果是这个死亡被陷阻 这个人死前还到过一个卡拉奥飞 这个舞厅 可能吃过摇摇碗 或者说这个人 他可能以前有阴瘤的病死 他三年前已经阴瘤过一颗 等等 这些细微的细节 有时候可能是成为这个死亡被陷阻的 比如说可能是成为这个死亡被陷阻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案情调查 就和你从因此 采取病死的一样 因为我们经过我们 大量的这个 反应的时间 然后有这个案情调查的重要性 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 那么做好这个案情调查以后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现场的看见 就是死亡现场 那死亡发生事外还是失恋 那么死亡在当时的体会怎么样 还有没有偶封物旁边 有没有饮料 食物 我们确实应该注意自己 然后现场的情况 那么做好案情的现场 然后参念以后 当我们反应 最主要的核心的部分内容 还是这个尸体结构 以及围绕这个尸体结构 所做的一系列的这个实验室的检测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们反应 最终最根本是按照这个 与这个尸体 为中心来说话 与客观的证据来说话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尸体的继续 非常详细的解析 这一点 这个我们在新闻里面 还有其他各种章节的 就是死亡学这个案例 各种种族法学这个情况 我们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们要明确实验 可以实验一些 注意实验 那么最后 我们是根据这个现场勘察 案情 事情解构的资料 以及实验室检查的一些证据 我们最后 综合确定死亡有力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个死亡原因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注目的所有的材料 一定不能忙 不能仅仅根据案情判断 这个是突然倒立的 有没有人家反应它 它是它啥 它们肯定就是不出事 不行了 或者我们仅仅凭 凭一个这个 组织学检查 没有几乎更好的 案情调查 和这个 读检验的排查 就做出事 写了解析不严密的 那么在要做到一种非常严密的 非常有法律的措施的接近一点 我们必须要排除 克制沈山主治的死亡 和众口主治的死亡 也就是人家 简而言就是要排除暴力的死亡 这是我们法律的整段措施 最关键的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排除暴力的死亡 那么在这个死亡分析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碰到这么几种情况 一种是死亡非常明确的措施 这个很容易 诊断 没有暴力的因素 也会有重度的因素等等 那么这个说法很清楚 比如说病毒的心肌炎处死 很清楚 有这个七十性疾病的发现 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处死 但是他们没有七十性疾病的发现 但是他们没有七十性疾病的发现 那么这个我们的原因 往往归结为了 不明原因出死 当然它也有一次出死 刚刚我们提到 是否和众毒 损伤 等等其他情况的原因 存在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最为主要的 这个是要了解 到底是众毒为主 还是其便为主 或者两者 各大 来入屋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 那么刚刚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把这个硕石课的看一看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硕石的介绍里面 我们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打拨 这个硕石基本概念 结束的意外引致的死亡 一定要劳持在心 不要把什么死亡面量 顾虑越来越不死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教材里面 其他一些情况 比如说 也就是错误 所以我们在这个 讲述的状况 我们会看到我们 这些影响 那么 第二 不要跟同学们 讲到这个硕石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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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关键 按起 现场 看看 系统的 实体解构 然后 以人民的 实验分析 要排行 各种暴力性死亡 和 其他例子的 死亡 当然 总而言之 是暴力死亡 机械物理化学 生命 导致暴力死亡 那么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学习 我们就是 措施章节点 最为重要的一个 一切 就是 心血管体验的措施 这一切是我们 所有的课程里面的 重重之重 所以这一章的内容 都仅仅是 我们法律定理学的要求 因为我们以后 要 到各个工作单位 从事法业的工作 让我们在行政法系统的 指令我们 这个厕所站在里面 一江湖的路子 如果我们大学没有学好 他们狠狠在那个 时间当晚 就很难准的 你比如说 发现一个 一个 普通的家庭工作 你都破裂 然后你解决 你就不能认识 你还不知道 什么意思 随便下一个课 或者下一个心脏破裂 或者什么 什么 那个 法官是通过诊 随便乱按一个病名 再修行的 因为我们已经很会认识教主 他这些疾病 促使了 认识不够 形态促使机制认识不到位 随便想 那种原谅 你也不过 所以我们一定要 好好学习 就是从法律的教主 可以好好学习这一章 那么其实从我们 过去这边 内科学 还有我们 每个人的疾病 保健 也应该 尽可能了解这些疾病 因为这个心脑 这款疾病 是因此死亡 最主要是疾病值 如果很好认识它 认识它 是发病的原因 发病的知识 可以知道 我们自体 知道我们的亲友 就是保健病 然后 这个知识 也应该多 那么欢迎这个 修管系统 新元性促使这个当节 我们 首先来看一看 这个 万犯后来 出样的画性 写上面 幻想病 幻想病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在以前呢 我们在学病理学 和内科学的时候 我们觉得 可能都记得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这种冠心病 通常是发生于 四十到五岁以上的 最长的一 四十到五岁以上的 重大的人 但是现在这个 确实要来一个 在我们的 这个 来一个实践当中 现在发现 很多的年轻的人 二十多岁 三十岁前后 很多见到的冠心 没有 他就很多 是由于 饮食 这个生活习惯的 你 我们可以见到 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 非常胖 非常胖 那么 我们同学们 在课后 可以好好的 复习一下 这个 这个 幻想病的 病因 目前 现在这个 科学 对基督律 已经判断了 这个阶段 我们要用幻想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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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出 比如说 刚刚讲的 这个 饮食因素 运动的因素 还有遗传的因素 甚至还有一些认识说 可能病也被痰染 所以本来 比西方 那些温暖的状态 有异常 可能不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再 好好复习一下 那么 这个复习 不是为了 例如考证 而是为了 证明大家 对这个冠肌病 发生 发生 认识一下 因为 我们防病症病 我觉得 用途是非常之大 我不知道 前面 我们曾经讲过的 所以 那其实这种我 我借过的 很多人就交代 包括和其他一些 专业的工作 我认识说 我们是想一样 从事法有多种 我们这个 健康状态 或者寿命 比其他人要长 要长的原因是什么 两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 是我们见过 这个死亡现象 我们很多 就是在老病死见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开朗 比较破壞 心情方塊比較大 這是很重要的 當然還有第二大問題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肚子的疾病 就是觸死性的疾病 有的認識相對來說也就是心愧的 相對來說也就是心愧的 你看我們一雙醫生 他只是見了某一類的疾病 心情管裡的疾病 而且他還沒有 把這個心臟拖開看 心情管裡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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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整個疾病 整個疾病 能有一個非常全面的信息 認識 或者說一個接觸 長得很反應 什麼疾病的疾病 對於這些疾病的認識 就是有疾病 所以更懂得如何 養生 所以我也希望同學 學生對 通過學生對 全面的提高我們 防守疾病的這個意識 和水平 我覺得這個比我們學生 把疾病的疾病去診斷 來得更重要 不光是對於自己 對於身邊的同學心理 醫生 都需要細節 也不能用 唯一群的疾病 對於衾病 剛剛介紹的是 系統病 等患性病 冠性病 最主要的运力改变是观众中的硬化 这个浮物比较直观性,我们就会看一下 这个是风卖壁 风卖壁分别内膜、中膜和外膜 中膜主要是一些平滑机 那么在这个修管壁发生风卖中的硬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一下 这种正常的空卖壁是非常形象的 我们发生风卖中的硬化的时候 这个内膜增厚非常明显 那么由于这个子类的人过去 成绩在这个修管壁 然后引起修管壁被幻想 然后计划这些文章的增生 前套的增生 他们是完毕业的一场的照顾 那么晚下来 然后我们下来 有时候我们就看到最广场的 其实都是全国的 是能失业的冲击 有时候这个修管壁会发生破裂 破裂以后 这修管壁里面会出去 出去以后这个管壁有时候就更厉害 或者这帮壁发了坏死以后脱落 脱落形成酸身 所以划亦有点TIget 可能意思就是 反正转身 fiance 或者有时候我们幻想 幻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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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 或者恰ving的提高 实义 altern ütit 实义这反正 用情況給併想 锦练功率 另外获得ョiz 好,明天好,谢谢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洗洗下来吧